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在深夜起价 数万个信众非常深夜就非常情绪高昂的跟着这个妈祖起价 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台湾不但是成为台湾现在越来越多的 他看起来感觉上可能不只是一个宗教活动了 这个可能伴随着过去这些年这些不同的这个妈祖庙的大力推广 很多的人的一些参与等等 所以他已经有点像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嘉年华会了 而且去的时候这个沿途吃吃喝喝各地的特产 然后很多的一些庙会的表演 都让这个整个的民宿嘉年华的气氛可能远比原本 单纯的只是宗教活动来的更加的热闹 更加的更让这个活动普及 所以越来越观光化 很多的外国观光客其实也很喜欢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了 所以这一两年可能来的少一点 但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所以呢其实呃在去年停办了嘛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那所以呢今年看起来的热闹滚滚啊 好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 好像应该找个时间啊也去走走逛逛才对 好所以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参加啊 好那这个这样这个起家的活动 当然除了疫情之外的话 很关心的就是天气啊 这个天气呢昨天还不错 所以呢很适合出去走走啊 那今天也是啊 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呢 呃除了东半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雨势之外的话啊 这个全台湾都是非常稳定啊 这个多云稳定的天气状况 甚至的话呢中午前后高温呢都会破30度啊 从北到南都是啊 OK好 所以呢要有心理准备 而今天是还蛮热的 不过到明天晚上开始呢 就会有封面到来 那封面的话呢 对于北部跟东半部的影响会一直到礼拜六为止啊 那再来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有台风 那这个台风的话呢 是说呢正在呢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生成 但是呃这个就算生成了 这个名字已经取好了 叫做梳立基 说呢可能在三四天后 等于在这个礼拜之内 哦可能会生成 但是呢 目前生成的状况啊 跟他整个的环境 可能让他养成可以继续往北走 走到台湾下雨的几率呢 目前气象专家说蛮低的啊 所以呢等于是他可能活不过 呃抵达台湾为止 那另外的话呢 不但可能呃很不见得会来 那这边还讲到说呢 如果说那么早的台风啊 这个生成的话 反而会让呢 这个东北季风呃的 在台湾附近啊 这个东北风呢会延长 那东北风呢 如果继续延长下去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呢 春雨的封面会来不了 然后的话雨后的雷雨啊 也会长不出来啊 所以呢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我们的水情来说的话呢 不只是这一次如果树立击台风啊呃 形成不见得对台湾有直接的帮助 甚至未来的话呢呃 今年的呃这个春雨啊 目前还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的乐观 OK好 所以呢这有点伤脑筋啊 不过这也就是在今年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了啦啊 那所以眼前怎么结水啊 包括一些相关的人造雨等等 我想都是必须要去做的啊 好那所以呢今天天气还不错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的讯息 那但是明天开始就会变天 大概是这样子 那但是空气品质在今天的话不太好 呃从北部啊 就北部的呃地区跟高屏地区啊 这个跳过了中部地区 就北部跟高屏地区 今天呢都是橘色提醒 那中部近山区啊 也是橘色提醒 那其他地方都是多 呃这个普通到良好等级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好那看完天气出门的时候呢 呃比较好穿衣服啊 那在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的要关心一下 目前全球啊 这个疫情呢 呃升高的态势啊 光光呢过去这个礼拜 全世界又增加了130多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周末其实并不平静啊 那通常到礼拜一度数字呢 会稍微低一点 在过去这几天啊 这个礼拜 嗯 六的时候啊 这个单日新增78万人啊 感染了新冠肺炎 呃 礼拜天的单日新增呢 是70万人 那今天呢是61万人 好目前呢 全球的最严重的状况 我们现在要改成先从亚洲来开始看起了 因为呢连续好几天啊 都是呃亚洲的啊 这个情势非常的呃 这个紧绷啊 不断的飙升 尤其印度破十几万啊 每一天十几万人 每一天十几万人 在这个周末的都一样啊 这个14万人15万人 今天单日新增16万人啊 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唯一呢比较呃 有的好消息是呢 它相较于美国跟呃 这个巴西 它的呃死亡人数 都来的低一点 通常来说的话呢 美国跟巴西 如果说是到了七八万人感染的话 通常每一天都会死超过 这个数千人 但是呢 印度到目前为止 每一天啊 它这个死亡人数都不都不不超过 这个千人 呃 所以呢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况 就是呃 美国的死亡人数是多的啊 那欧洲有些国家也是 那但是有些国家就不是啊 所以我想这个都会需要 更多的公卫专家去分析 有关于这次的新冠肺炎 跟不断的这个病毒变种之后啊 在不同的可能地区 逐一啊 这个造成了一些影响了啊 好 所以呢 这个印度的话 单日新增16万啊 它目前的话呢 在这个周末已经超过了巴西 成为全球呢 第二大的疫情严重的国家 之前呢 是美国巴西跟印度 现在现在里面 美国印度跟巴西啊 那美国呢 来到了3000多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印度的话呢 是1350多 巴西是1340多 OK好 40多万了 我讲的是万啊 那OK 所以呢 我刚讲这个是印度 好 印度的话呢 周边国家也是都飙升了 包括呢 巴基斯坦跟孟加拉 都是单日新增5000多 另外的话呢 土耳其啊 这个单日新增了5万多人啊 所以呢 中东地区呢 最严重的就是土耳其 接下来的话 伊朗单日新增了2万多 伊拉克呢 也有6000多 好 所以这是在中东地区严峻的 那东南亚部分的话呢 菲律宾在今天看 看起来的飙升破万啊 他是1万1000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另外的话呢 东北亚的部分 日本啊 目前看起来似乎有点担心破功了啊 他已经从1000多到2000多到今天 单日新增3000多 3610个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这个南韩的话呢 是600多 好 所以呢 就是目前呢 亚洲陡然升高的这个疫情 所以呢 整个亚洲呢 已经从过去每次啊 这个看起他的欧美国家 都在单日新增 都是在维持10万以下 现在已经飙升到了30万人 单日新增感染 好 所以呢 这是目前的全球疫情呢 呃 这个飙升最急剧的 一个地区 那就是亚洲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看看美国啊 这个美国跟巴西 还是一样疫情蛮严重的 呃 这个美国单日新增 4万6000多 在周末的时候呢 有6万多的 有8万多的啊 所以疫情依旧严峻 那再来的话呢 他周边啊 在北美的部分的话呢 墨西根跟加加拿大 都单日新增6000多 所以也是受到了一些相关的影响 蔓延了啊 好 在南美洲的话也是 南美洲的话呢 那巴西啊 单日新增 今天看起来比较和缓一点 3万7 但是周末的时候呢 6万9啦 8万9啦 是巴西的状况 好 所以巴西的周边呢 国家也蔓延开来了 呃 哥伦比亚跟阿根廷 已经连日来都是破万 今天的话呢 这个哥伦比亚 1万7 阿根廷 1万5 所以呢 秘鲁呢 在昨天也破万 呃 距离的话呢 今天是7000多 好 所以这个南美洲 目前的状况 也是向外呢 不断的扩散 好 所以呢 就是北美南美的一个相关状况 好 那这个欧洲 呃 看起来好像和缓一点 事实上 比起他过去这段时间 一度更和缓的 这几天也是啊 没那么好了 这个法国 单日新增3万4 波兰 2万1 意大利 1万5 德国 1万6 乌克兰 1万2 好 那这个俄罗斯 荷兰 也都是8000多 所以整个的欧洲呢 单日新增15万 好 整个的疫情呢 其实真的看起来 目前还是不妙啊 所以我看到呢 这个国际媒体特别报道 就巴西 巴西的话呢 不但是连日来啊 这个增加这个人数啊 而且他死亡的人数是偏高的 呃 先前的话呢 三四千啊 每天单日 那这个周末的话呢 单日都是2000多人死亡 好 所以我刚讲到了 这个印度呢 数字很吓人 但是的话 死亡人数没那么高 那巴西的话呢 是死亡人数很吓人 好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呢 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 他在这个周末 接受访问的时候 谈到了不少美中之间的一些相关话题 包括了台海的话题啊 特别讲到说呢 一定会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啊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说 但他特别强调了呢 他呃 有点指控 就是中国大陆呢 在疫情的初期处理方式呢 造成了疫情的加速失控啊 让后果呢 更为严重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比较特别的 为什么要特别讲到啊 是因为呢 过去呢 川普是向来都指控啊 这个 呃 中国病毒啦 武汉肺炎啦 那对于呃 中国这方面不断的去凸显啊 但是呢 拜登他比较没有啊 这在疫情部分的话呢 去呃 过度指责啊 这个中国大陆 他认为美国自己要负起责任来啊 但是呢 最近布林肯啊 他也比较话风啊 有开始有点转啊 他也呢 开始在疫情这部分呢 而添加了一些中国的因素 就是他在指控有关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啊 不只是什么新疆 香港 台湾 还加进了疫情 好 回到来 先时间啊 那讲到这个疫情相关的话呢 在今天啊 这个台湾的AZ疫苗呢 扩大啊 这个施打的对象啊 说要冲打气啊 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呃 我们有31万剂啊 但是呢 过去这段时间呢 开放施打这个第一线 相关的一些医护人员跟防疫人员 结果呢 只有两万五千 呃 两万四千啊 呃 两万四千剂啊 呃 这个去施打啊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接种率不到5%啊 所以呢 现在不断的往外扩大 扩大到这个第二线 第三线啊 所以在今天开始呢 包括了中央跟地方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政府的防疫人员 还有呢 第三类的高接触风险人员啊 就包括一下是卫生单位的低线人员啦 居家检疫关怀的低线啦 呃海巡啦 哎 还有过去我们讲到一些海关啦 等等啊 呃都会纳入这一波从今天开始可以施打 好 所以今天的话呢 从8点10呃8点开始啊说呢 这些呃县市首长说至少有10个县市的首长呢都要带头施打啊 啊那这部分看起来的话呢也就是呃也争先表现了啊 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媒体报道啊也还有一个时间表啊最快的呢是在文灿啊这个产强的头乡那8点15分呢是侯友宜9点是卢秀宴9点半是柯文哲啊啊所以大家都要表现出这个身心事足的啊这个勇气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当然啊是跟AZ一辅了啊 疫苗的一些呃血栓啊这个的副作用是有关系的呃因此呢打气受影响那当然也还包括台湾啊这个疫情相对来说缓呃缓和啦啊那所以大家觉得说如果真要施打的话是不是等到啊比较更有防护力的啊这副作用更低的疫苗来的安心点有这种种种的考量啊但不论如何呃如果说啊你不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上的问题啦或者一些免疫的问题等等啊其实就第一线哦这前几线的啊这个呃 防护人员医护人员来说施打当然还是啊这个具有安全性啊就安全防护力的啦啊那啊现在就说有些人担心嗯这个担心施打有些人的话呢拼命想施打啊所以这边也传出来说有些基层的医疗协会啊他也呃提出主张啊说目前的话呢是就在110个呃医院啊这个可以去施打要用预约的挂号制那他们希望呢是不到诊所也可以施打啊但是 目前好像防疫中心是考量说呃因为10要凑足10个人因为一罐啊这个一罐AZ疫苗可以打1010个人10次啊那所以的话呢至少要有一罐嘛给你所以要凑10个人啊但是担心呢这个诊所其实凑不到10个人了那所以的话嗯因为第一步并不是开放一般人就都可以施打所以凑不到10个人所以目前似乎还没有打算开放到诊所OK好所以有关于这个AZ疫苗在台湾啊 这个今天呢呃这个扩大接种会是一个话题但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啊这个淘一呃不淘这个事情呢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虽然并没有往外扩大开来但是呢相关的后续救治啊呃在我们不知道的不是那么注意的状况底下因为大家可能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多的是泰鲁阁号啊那昨天传出不幸的消息不淘呢死亡一人啊 呃还是到追踪啊这个出现了一些呃比较就是严重的状况啊这个他因此引发了就他后来用了叶克膜啊就他的整个的心肺啊出现相当程度的呃影响然后呢他肺炎并发的败血性的休克啊这个最后呢不幸病是去整个台湾第11例的死亡个案啊也是呢这个布陶群聚感染21个人当中的第二个死亡 啊OK好所以呢这是跟这个疫情啊疫苗啊跟台湾国际有关的消息好那开完这个消息之后啊接下来的一样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嗯这个上个周末上个礼拜五的欧美股市的话呢呃这个涨跌互建啊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而在美国呢道琼贵指数上涨了297点收在呢33800.6点涨幅是0.89% NASA指数上涨70.89点收在13900.19点涨幅是0.51% S&P500呢上涨了0.77%费城半导体跌跌了0.2%好这是涨多跌少的美国股市那再来的话欧洲三大指数呢只有英国是下跌的跌了0.38% 德国呢涨了百分之0.21%法国呢涨了百分之小涨百分之0.06%好所以呢这个欧美股市啊这个嗯相关的话题大概大家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呃第一个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呃物价指数了啊那这个物价指数的话呢看起来不只是美国包括中国大陆啊都是上扬的啊这个不管是CPI 啊这个部分都是呃看起来呃代表的就是经济开始复苏了啦但是当当然大家担心呢是不是啊这个可能会有些通膨啊但是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中国大陆啊都是过去的话是只有中国大会有这种宏观调控那现在美国的话呢等于也在调控当中嘛啊就是保证啊这个资金呢不断的啊这个会提供源源不绝 但是呢嗯并不会呢呃过度的急过早的踩煞车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呃大家担心之余啊因为呢至少嗯鲍尔啊这个联准会的主席不断出来喊话啊在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也是再次的出来呃淡化大家对于通膨风险的担忧啊也因此呢这个不管是CPI或者PPI的话呢就都还算是一个虽然数字上升了还是算大家至少市场上面是一个安心的好消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三月份的PPI这个年增率是4.2%预期是3.8那月增率的话呢预期是0.5后来是1.1.0那核心的PPI的话呢也都是上扬的啊从这个2.6啦到3.1月增率的话呢是0.3到0.7那中国大陆的话呢三月份的CPI在上个礼拜五也公布了啊这看起来的话呢三月份啊这个CPI的话呢上涨0.4%那这个核心物价 那指数PPI的话呢呃上升也是上升啊那扩大到了百分之4.4啊所以呢都是不断的显示出来经济在扩张的局面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呃如果减少了通膨担忧的话呢就算是一个好消息那再来的话呢呃就还包括了对于呃财报财报的预期下个礼拜呢美国的财报季正式登场啊 那一开始总是由这个银行育打头证啊那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大家总是会有预估嘛啊那这个华尔街的话呢这个分析师预预期预估啊说呢光是像是标准普尔500就是比较像是中小企业呃获利的话会比去年同期增加25%啊预料会创下2018年底以来最强的表现 那不过当然也是因为去年基提比较低了啊但是不论如何呃看起来这个财报季啊也是啊这个强劲可期的啊所以这些部分的话是在整个的啊这个气氛里面呃这个让啊这个股价上扬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再来的话呢看起来拜登也是不断的啊想让大家呢呃更有信心啊所以还这个相关的资金预算在国会里面要闯关呃这个礼拜他有一些会议中要要开休息会再回来好回到蓝薰时间 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啊这个目前看起来整个的市场的气氛了啊那就是因为啊这个资金不断的宽松啊那但是担心的通货膨胀的部分的话呢像是美国的原准会不断出来喊话啊就降低大家大家的焦虑所以呢大概就是维持这样一个气氛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经济开始呢确实美国啦中国啦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复苏的啊这个势头啊那像是中国大陆的话呢在今天华尔街日报里面报道也特别提到了呃中国乘用车的销售 出售量啊这个跃升到疫情前的水平呢疫情前啊所以呢等于是大爆发啊那所以呢整个的市场呢目前呃不过特别的就是说电动车了这个天电动车的需求看起来格外的旺盛那说呢其他的属于电动车之外的啊这个呃汽车市场的话呢还是这个缺乏活力那讲到电动车的话呢呃确实是我看这个今天的相关呃数字啊还特别讲到说呢这个是呃特斯拉 这个特斯拉呢他等于是在今天看起来呢呃有一个话题我看看哈哎找到ok讲到说是中国成联会啊这个等于是呃成是成座的成了啊这个一个联合会公布了今年三月份啊这个中国市场的汽车销售光光特斯拉在一个月里面就卖出了35,478辆啊这个电动车呃标新高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显示出来我们刚讲到这个中国的呃汽车销售啊这个确实也反映出来整个 的疫情前的呃热度而且部分呢开始回来了好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大气氛那再来的话我们刚讲到拜登啊就拜登呢就不断的而是个希望呢透过一些呃不管是救助的计划或是呢一些呢加强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计划呢来跟中国大陆呢呃这个等于是持续竞争了维持一个优势啊不让呢这个中国大陆呢呃这个过早的啊这个迎头赶上所以呢在今天啊这个今天是4月12号了嘛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有 预告过的就他们要举行一个半导体的虚拟峰会那这个部分呢今天会登场要讨论呢全球半导体的啊这个缺呃缺法的一个状况所以很明显的很那就是包括一些呃汽车大厂像是福特啦啊像是通用汽车啦的执行长都要参加再来的话呢就包括像是台积电啊也应要参加另外呢英特尔啊就等于是半导体的大厂啊也要参加啊所以呢在这些部分的话呢在官方的邀请当中 官方要出席的是白宫的经济顾问还包括了国安顾问还包括了美国的商务部长好所以呢这些人呢要针对啊这个半导体啊这个这段时间的车用晶片短缺问题来左手来讨论怎么解决然后的话呢让整个产业链啊可以更加的完备而且不受呢可能疫情也不受美中的啊这个相关的影响那再来一个的话呢媒体也报道说对于拜登来说这也是个好机会要去推销 他的这个基础建设计划啊因为目前的话这个基础建设计划呃我们看得到的是包括了共和党啊那包括了一些呃商业界啊都是比较反弹的因为他要加税那这个用加税来筹措裁员所以可想而知呃这些要被拔毛的啊事实上是呃是会哇哇叫的了啊那除了少数那这个少数的话可能包括了先前在上个礼拜呃Amazon的呃这个执行长呢呃这个贝佐斯他说他支持 拜登啊这个相关的政策再来他就把这个期待呢投注在半导体业者跟汽车业者的身上因为他呃打算啊再把这个基础建设里面的大概有500亿的美金要把它放在呢去加强有关于呢半导体产业啊的活络所以他希望呢啊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我要去支撑你这个产业就我希望呢你可以支持我用加税的方式啊来推出啊这个相关的一些那基础建设的 预算大概有2.2到2.3兆美金左右啊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他打算去推销呃跟这一块的产业啊去推销他这个呃政策希望得到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域OK好所以这个这个话题的话呢在今天啊这一两天会受到关注好那OK这个是有关于比较大的哦一些政策性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像是呃个股那个股我们刚刚讲到了几个一个是特斯拉啊特斯拉的话呢 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还不错那再来的话呢是呃波音啊这个波音的话呢则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他在上个礼拜五提出公告啊这个建议16家的航空公司暂停使用他们自己啊这个所生产的部分的737max的飞机说还是有一些潜在的电力系统的问题啊所以也导致了这个波音的股价呢这个是小跌的那再来的话呢亚马逊我刚刚讲到这个亚马逊啊那但是这个部分讲到的是 除了啊他的老板支持啊这个基建预算然后包括自己的啊这个啊财富依旧的是啊这个富比斯的第一名之外 阿拉巴马州啊他们的工啊这个仓库工人打算要成立工会而这个部分的话呢在亚马逊是还蛮受到关注的啊因为过去的话美国工会算是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呃随着啊这个整个的市场的改变有点像是呃买方市场就是比较 呃资方啊资方的话呢比较占优势啊所以相对来说工会的活动都有有点受挫啊更不用说呢呃工会比较多的是在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在高科技啊这个部分的产业里面其实美国的国会而相对来说是弱势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呢亚马逊啊有这个仓库工人要啊啊仇主工会这个事情受到美国啊算是蛮呃高度的关注啊那我想全球啊 高科技产业也都是啊这个紧盯有关于呢这个亚马逊他们的工会呢是不是可以成立的成功筹主成功这件事情呢呃都是很那等于是聚焦了啊但是在今天的消息是他们这个成立工会的计划受挫 那ok所以呢导致了亚马逊的股价立即上涨啊所以你会知道资方的心里面在想什么股东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啊总是不希望啊这个工会过度的强盛呃导致啊这个资方的话呢帮手帮脚啊那这个嗯再反过来说他也必须要去照顾劳工的权益才可以啊否则的话我想这个呃这一场啊这个竞赛跟角力应该还是会持续下去 但不论如何目前呢眼前啊是受挫的啊所以亚马逊的股价上涨了百分之二点二一 ok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比较重要的一些跟财经有关的相关话题啊那再来的话啊在上个礼拜呢呃这个周末的时候不是美国的商务部把啊跟中国这个飞腾信讯息技术公司啊等七家呃跟讲到说是不是啊这个其实 是跟背后解放军有任何的关联啊等等这个部分呢列入了黑名单那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啊也立体做出了反应啊讲到说他们坚决反对啊这个美国的方式他们用尽一切的必要措施来维护呢中国企业的利益啊所以这个代表的是美中之间啊这个摩擦跟角力也是继续 ok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比较重要的啊这个国际财经那再来还有一个消息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 我们刚刚讲到高科技产业啊那这个高科技产业好啊ok好我要先休息一会再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经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啊这个在高科技这方面的话就到底有关于啊这个像是iphone啊这他们呃这些iphone也好了google也好了等等啊这些相关的广告投放了包括脸书都是啊这个广告投放这个相关的资讯啊这到底如何取得 然后的话一个就是消费者啊他在这个上面留下的一些数位足迹呃怎么样被这一些啊这个平台收集然后呢他是不是涉及到隐私等等的问题之外那其他的人的话呢也因此就会说呃你必须要跟他们买啊才可以买到这些属于我们的数位足迹嘛啊啊那现在呢看起来呃有一个啊这个突破的方法了啊这个方法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呃保险这家公司保险这家公司是蛮大的一家公司啊 呃呃他嗯他的英文是proctor and gamble啊这家公司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因为他的翻译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为什么讲英文这个保险保洁啊都有都不同的翻译啊他旗下拥有像是什么吉利瓜胡刀啦呃什么呃叫做什么charming啊卫生纸等等这些比较像是一些清洁卫生品牌啊这个很大很大的一家公司说呢啊他最近正在帮助中国大陆啊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广告的技术 这个技术的意思说你不用跟脸书啊不用跟iphone我想说不用跟iphone啊这个直接去购买取得他的一些相关的数位足迹你可以呢透过一个他们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啊应用程式啊这个应用程式可以去搜集iphone的用户的一些数据啊透过一种啊计算方法然后所以的话就是会知道他是谁然后呢他的喜好是什么可以追踪这个用户来进行相关的广告定向投放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 说呢你可以不用经过经过苹果啊那事实上这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啊他们讲说是苹果呢不断寻求去阻止啊有别人啊能够用这种方法获取这个相关的资料而是有点叠对叠了啦那事实上嗯这部分他们的报道是他目前取得了重大的啊突破可以绕过呢苹果的新隐私规定啊就意思是说这个数据也不是你独有啊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几乎只要掌握了啊这个消费者的数位主机你拥有的数据你就拥有了金矿好所以你不自己不但的呢可以呃这个去掌握你的消费者直接投放广告你可以跟对别人贩卖这些相关的数据啊但事实上这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消费者的意识抬头啊呃正在不同的国家 尤其欧洲美美国啊这个方面的话其实不断的啊进行国会听证要求限缩的啊这个都是这个部分那对台湾来说其实这些相关的话题真的都是起步的晚了啊那似乎大家也都还蛮甘愿的啊甚至包括了先前我们讲到了在澳洲啊针对Google针对脸书啊所呃新起的由政府出面啊这个要求呢他们必须要付授权费啊给一些新闻媒体的部分在台湾到现在为止啊还看不到任何的反应 我真的觉得这在太糟糕了就是不但是不但是就这个政治的领域当中啊感觉上你似乎啊这个呃有点被美国予取予求啊那事实上呢在这个呃抽在科技啊这个在这个商业的部分的话对于这些跨国多大公司啊我们事实上也似乎呢摆出一个无能为为力的样子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其实全球的消费者也好很多的组织也好啊那都是在串联当中啊不过我们刚讲到这个 这个保洁啊这个联手中国的一些行业进行这个开发的技术当然他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商业模式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意思就是说至少不是你独独享有不是你垄断了这些消费者的数据啊唯有办法来探知啊来掌握这些消费者的数位足迹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蛮有啊这个意思的一个话题好所以呢这是啊这个另外的啊国际财经消息最后呢来看油价 油价在今天的话呢是上礼拜五是下跌的啊这个在纽约部分的话是下跌0.5%收在每一桶59.32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0.4%收在每一桶62.95块钱美金呃两个呃因素啊这个跟疫情有关的因素在影响的这个油价一个当然就是现在啊这个呃印度啦啊这个巴西啦啊这个欧洲的疫情不断的飙高啊那所以他们单身 相信说这个疫情如果不断的扩充尤其是印度跟巴西的话呢是人口上亿啊是个数亿的国家那么密集所以呢到他的人口数增加之后很可能呢就会担心封锁封锁的话呢道路燃料的消费量啊就会降低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担忧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呃又有人啊这个看好疫苗接种的部分啊这个目前看起来曲线是不断往上走的啊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施打疫苗的人啊是越来越多的啊 所以认为呢夏季的石油需求应该可能会越升啊所以呢这两条线就看嗯大家认为这个比例来说你比较认为啊你比较是乐观的人还是比较悲观的人你比较认为哪一个的发生会快一点了啊那当然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讲到呢这个OPEC在五月份啊要慢慢的开始呢增产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影响了这个原油价格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因素那最后呢在今天啊清晨开始 你去加油的话嗯在台湾的话呢汽油价格是降的啊这个降了三毛钱柴油呢是涨涨了一毛钱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比较重要的啊这个国际的财经讯息提供啊那除了这个之外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其他的国际的角力啊这个角力的部分的话题当然免不了的还是美中了啊那这个美中之间的话呢呃最新的话题第一个啊是在这个周末啊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有关于呢美国的对台交往准则里面啊目前的话看起来呢又有一点放放宽了啊这个放宽可能不只是说呢呃我们的一些呃像是什么驻美代表啦我们的一些官员可以到美国的国务院啊进行拜访这其实不算放宽啊过去都有呃过去不管是什么萧美琴啊呃在更早以前啊这个驻美代表啦包括像李大为啊他是我们的国安啊那是用国安官员的身份啊也进去跟呃美国的国安官员的身份啊 国安官员啊见过面啊所以这并不是新的比较新的是啊这个可以让美国的官员到我们的嗯比如说驻美代表处比如说双向员好那过去的话呢我们在那边举办任何的一些活动啊呃坦白讲这个圈圈都打不太开啊就是大家去参加啊这个外国使节呃都会变得有点低调尤其美国的官员根本不能去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对台准则这部分稍微放宽好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消息我觉得还算是有意义不过他这个意义也显示出来其实呢嗯所谓的交往啊这个宽或松都操之不在我都操之在美国啊美国想对我们好他就对我们好他想对我们不好啊就是一样的啊就是忠存遵从一中原则就遵从一中原则那最近这段时间显然的他因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角力战啊所以他就不断的啊这个对台湾好一些好那好一些不只是在我们讲 讲到的这个美台的啊这个就要往准则啊这个blinker呢在今天接受啊在昨天啊这个接受美国美美国媒体的访问啊在今天各报其实都蛮大幅度的报道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啊讲到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疫情再次提及都是在这场访问当中啊那他在这个访问的当中再次提及要帮助台湾呢自我防卫然后他说很担心啊这个中国大陆对台侵略那当然他也当然就警告了就如果是武力企图改变 现状的话呢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好回到来生时间啊那所以呢blinker呢他在接受啊这个美国的媒体访问啊这个是nbc的节目啊这个叫做会晤新闻界啊这个独家专访当中特别讲到的是问道啊就是这段时间是不是啊啊这个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侵略行动就不断的啊这个军机扰台啦啊这个前舰等等啊啊我上个礼拜五在我们这个观点平台上面才访问了一位呢军事专家啊 这个其乐意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呃分析了有关于呢呃美中啊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些战略上的虚虚实实了啊那说到底啊真正要发就是真正要嗯这个动动物啊这个就是发生战争的几率坦白说并不高但是呢话在尤其在西南军我们在西南我们的西南边这个部分的话呢 事实上呃最主要都还是来自于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是美国的潜舰如果要进出啊这个巴士海峡的话呢那面是一个第一道的啊这个等于是防线它的启发点那对于这个啊中国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呢它的潜舰出没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是最频繁的地方因为它有个基地呢是在海南岛啊所以呢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看的话美方中方也因此你会知道为什么啊他们的飞机啦这个船舰呢在那边绕来绕去啊那所以呢反而是啊这个穿越海峡中线这个事情 他可能在政治意义上面来讲也比较敏感啊二方面的话呢他也不是真正啊他们的目的所以呢看起来呢为什么会锁定在啊这个我们的西南边原因在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啊这个对台湾啊这样的一个呃挑衅的敏感的意味稍微低一点点但对于美中之间啊他却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呃必争之地啊这个地方呢又来的呢意义更加的精确啊我想这是为什么那彼此之间呢那当然就像你来我往那包括了在这个 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不是有讲到这个辽宁舰吗啊这个辽宁舰一边是中国大陆辽宁舰一边的话是美国的马侃号嘛啊那所以呢今天呢各报有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的话是美国啊这一个舰长啊他翘着脚呃在呢呃这个监控啊这个中方的辽宁舰的一个动向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呃媒体当然也大幅度的报道了啊那这个美国的舰长啊他是因为呢跟菲律宾 啊共同举行军演啊那所以呢呃在这个军演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就是去监控啊这个辽宁舰的最新的呃这个动向那这边也讲到说呢他是不是啊这个故意把脚翘起来表示轻蔑啊还是说他就是这么的轻松啊当然这引发了一些话题啦所以美中之间坦白讲话题不断啊那有一些小小动作反而是撩起啊这个民族情绪啊更高张的一些细节 好那回过台讲布林肯啊那所以呢就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啊那他难免的就被问到说呃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军机扰台啦美国的自由航行啦啊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一些异味啊那他就确实讲到说呢他担心啊这个中国大陆对台侵略那呃但是他也特别强调啊就如果说做这个呃举动的话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那代表的是啊严重错误的意思就是说呃他美国会把他痛宅一顿吗结果并也不是啊 这个布林肯呢比较微妙的是他在被问到啊这个美国会采取什么样举动的时候他说他们会帮助美国会帮助台湾绝对是一个严肃的承诺就是自我防卫他说呢我们对台湾能够自我防卫这件事情有严肃的承诺对于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我们也有严肃的承诺那这个呃主持人追问说那美国是不是会愿意在中国大陆侵略台湾的时候做出呢 军事的回忆布林肯说他不愿意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好了那这就是永远这段时间就是鬼打墙了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不断的要加强台湾防卫就是了啊所以我就说呢不断的武装台湾把台湾呃弄成一个不只是刺猬啊刺猬还比较是防御性的就放了这么多的一些攻击性的啊这个不管是现在我们有飞弹可以直接射到北京的啦我们有这个地对空的飞弹等等啊那当然你可以说是一个防卫啊自我防卫那必要性的防卫啊 也是防卫当中的攻击性的防卫但是会不会因此啊让这个两岸关系更加的紧张而且重点是呃美方不持缘战场在台海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这一次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啊好但是嗯这个就是不止传统布林肯就是再次的强调了会对台湾防卫那这个中国时报头发头条放的是我们的东沙机场跑道的不断的扩建啊这个防卫也说在升级当中啊那这个我就是我们 我们跟军事专家在谈的时候也谈到了东沙啊确实如果是呃真的万一啊这个美中之间更加的紧张东沙确实啊这个对台湾来说拿下东沙具有相当程度的呃战略性的意义啊对于这个两岸之间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步要走到啊这个犯台的话呢啊这部分等于是取了东沙啊就取了有关于他可以去呃制约啊这个美军如果万一有各方持缘啊 包括他可能在整个的呃南海地区各个国家啊他可能都会因此而有所牵动不过影响也因此而大啊所以你一动了东沙其他的地方南海国家可能都必须要有所表态啊等等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啊OK好所以呢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访问啊一个多小时那OK但是呃这段时间啊看起来也不会就此停下来啊这个美方的相互试探彼此的不实 然后呢以战逼合啊就用这样的个呃各自强力部署的方式啊来让大家坐下来谈啊也是双方的目的OK好所以今天呢有另外一个消息美国的气候特使呢呃这个carry啊他可能传出来在这个礼拜呢会访问中国大陆好所以呢就是嗯目前啊这个拜登上台所说的呃美中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种关系是对抗一种关系是竞争一种关系是合作看起来的话呢这三种呢 同时并进啊你说对抗的话呢很多话题听来都像在对抗在竞争的话呢高科技部分很明显的在竞争啊包括半导体啊他们今天即将开的会那另外合作的话呢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呃是打算要要进行合作的哦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呃carry是讲的很好了啊他说呢不管是美中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竞争的关系啊但是在气候变迁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美中都有责任必须要携手合作 因为他目前呢可以说是碳排放啊这个最大的两个国家啊这个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那某个程度来说其实其他的对抗都是两个国家国家利益的问题或者经济利益的问题但是气候变迁是全球全球利益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两个国家如果说想要拿出表率的话呢呃必须要能够放下彼此的这个政治上的成见要能够有所合作啊 才叫做大国嘛啊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呃这个传出来呃在这个礼拜呢是不是会访问呃这个大陆如果是的话那将会是拜登政府啊上台之后第一位呢呃采取一个比较像是合作啊这个的角色就是拜访中国大陆的官员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国际之间啊比较重要的相关消息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呃台湾我刚刚讲了几个重大的 啊这个头版头条其实不少就跟美中有关了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AZ疫苗好那这个呃AZ疫苗是一个那再来的话呢自由水泡放在头版头条的是啊说这个变种病毒株也有效说呢这个新中年院啊有个新的突破是药物啊不过你看这个这个水泡还是用武汉肺炎啊这武汉肺炎的治疗新药呃有突破啊说这个中年院有突破OK那再来一个消息的话呢就是 有关于呢公投嗯八月份的公投啊呃这段时间其实蛮多的公共政策相关的议题啊这个不断的出现包括最新的泰鲁哥怎么整顿台铁怎么样子呢呃给东部人一个呃用路的安全我想都是啊扶上台面包括呢呃这么多的一些环保的议题藻礁的话题能源的话题民进党确定不提公投对岸那我想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啊就是说 嗯因为如果他也提公投对岸那双方就是不断的对立啊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没有对立过啦过去民进党也曾经提对案啊他对例如果他赢他就提对案对立不赢的话呢就不提对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